先天大道 亘古不清传 金鸿三起 这个先天就是还没有天地之前 它就已经有叫做先天 先天大道 我们一般的寺庙叫做后天 就是天地有了以后才带的庙叫做后天庙 那我们这个道就是还没有天地就有了 所以叫先天 先天大道 没有声音吗 大声一点 可以吗 这个亘古不清传 就是从古以来到现在 都不清传 以往都是单传独授 要修到三天宫八百果 宫口圆满 上天才会授祭 才会点到 我们来得早 不如来得巧 来得很臭巧 地岛三分大开普渡 金鸿三朝 就是三起 这个三天大开普渡 很难得 可是因为我们没有研究的话 也不知道它可贵的地方 不知道它殊胜的地方 那假如说我们了解 是以往都一直累积 在修道的话 就会知道 像或许以往在后天庙 只要说各位有到台北的话 现在那个慈慧堂 正在那个绝印游街 那个场面很大 有没有看到 或许就是在那个 那个 条子金母 慈慧堂 它是施以松山慈慧堂 或许是北投慈慧堂 不同单位 它一样的是慈慧堂 因为或许在后天庙 有十七年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在这个后天庙 这个穴 这个鸡筒也蛮久的 因为在那个后天庙 就了解说 要得到很困难 以往都是要 这个有努力修 有修道程度够了 还要这个 将士在凡尘 做七次的大法师 就是 您已经了解到真理了 然后讲给人家听 经过期待 七次在凡尘 然后上天才会受祭 才会给你点道说 你可以回天了 很难得 所以会选一个求道的时候 就会说 怎么这么简单 所以会很惊讶 那个时候开始研究真理 因为在后天 是也有一些守得 可是后天所得的 就是我们 历在在人回的那个 四神 跟我们的那个元神不同 那或许是要追啊 追到这个本来 所以就把后天庙 这个经老前大德 把后天庙的那一些 都放得掉 全心全意 追求这个 先天大法 不要笑哦 前后经过三十年哦 虽然求道以后 还没有完全了解 又经过十三年 后天没有十七年 求道以后又经过十三年 加起来三十年 三十年才 就是这样哦 才知道 才知道到了 那个那个珍贵 才知道我们性理心法 所以后学就想说 我们假如说 没有种了很深的这个根 然后要了解到性理心法 很困难 真的很困难 因为后学有经过 那个摸手阶段 你去问到 那个不知道的就是不知道 再怎么说 都不对啊 所以这个性理心法 一定要自己啊 清修实证 要自己去摸手 自己去达到 达到你才说得出来 讲出来了哦 言为心生啊 对不对哦 你马上会知道 所以哦 这个研究过性理心法 你再去听这个讲 去看看听什么法师啊 什么讲师讲课 一听了你就会知道哦 他有没有讲路啊 那个兴奋 有没有进入哦 你一听了就知道 他在什么程度啊 大概都会知道 所以修呢 这个很殊胜 那后学说哦 经过那么久摸手哦 我们一生 哪有那么多时间来摸手 所以哦 后学就发心哦 把它讲出来 所以你只要努力听哦 后学三十年的时间 两个小时就给你知道 你就省掉三十年了 哦 努力啊哦 马上就知道了 可是哦 知道是知道了 他要去实学 哎 才会哦 跟后学一样说哦 哦 能够呢 这个进入啊 不生不昧的佛性的本体哦 所以我们啊 这个得到啊哦 上天大概土度的这个量哦 这个量机啊 要把握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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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